玉旅政妇女会特别举办了新卸任理事长的交接典礼 由华林县妇女会理事长林春美建交 新任的理事长陈寅儒 从卸任理事长杨淑琳手中接下责任式的硬性 在全场所有贵宾的见证下 一致肯定杨淑琳在任期内的表现 也期盼未来在陈寅儒的带领下 让妇女会的会晤更加的兴盛 由华林县妇女会理事长林春美建交 新任理事长陈寅儒 从卸任理事长杨淑琳手中接下责任式的信任 这是玉旅政妇女会新卸任理事长交接典礼 也真的很高兴 在妇女会担任12年的理事长 终于可以交到最有值得我心爱的 最有爱护最懂得去关注这些的一个好姐妹 妇女会新任理事长陈寅儒表示 在惶恐以及欣喜的心情下接任理事长 感谢所有姐妹的认同以及支持 希望未来能够让会晤更精进 更落实社区的服务 活动办得更精彩多元 让老一辈的民众生活得更充实 这是目前的愿景 希望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把护理会在各方面 支持所有的社区的一些服务 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更落实 希望更着重老人的区块 能够更长让它提升 让老人家能够生活得更好 这是我的愿景 卸任理事长杨淑琳说 营照社区点亮幸福是这一次活动的主题 在妇女会担任了12年的理事长 终于可以将棒子交到最信任 对会晤最认真的陈理事长手中 希望玉礼镇妇女会 能够在陈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能够更有组织更有发展 更能走入社区 更有绩效的去拓展业务 记者高雄双遇见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